哈喽,我是TONY CHOI, 大家下午好! 下午了? Mark Lee昨天有問我一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做一個影片講一下 Mark Lee昨天問我 是不是市場上除了有真牌,有假牌 是不是有一種叫做商業牌? 什麼叫商業牌? 什麼叫真牌? 什麼是假牌? 真牌就是說好像一個師傅他為了要籌款 建廟也好,做佛塔也好 要修理廟也好,不夠資金 所以他們就去找一些料 或者自己製作一些料 然後就做一個佛牌 然後就做了過後,好了過後 就是開始去加持念經 然後有時候他們自己念經了過後 他們還會送去給別的廟師傅再念經 然後再送去別的師傅的廟再念經 然後經過很多輪過後 他們認為覺得說這個東西差不多有利了 他們再做一個大法會 然後做大法會的時候就跟廟裏面的公司講哦 然後就舉行個大法會叫人來哦 然後這樣就說 在這個法會,這個琵琶就是出廟了咯 受到出廟了過後的時候 在那一天 好像 有來幫忙的義工啊 公司啊,理事板啊,理事啊 或者說是有來當本的 全部咧,就可以拿到一枚了 所以拿了過後呢 有剩下的咧 他們就會交給那個公司 然後公司就會放在一個桌子那邊 慢慢賣給到來的遊客或者到來的三星 他們就是這樣的一個流行 這個就是普通正常的牌 也是真的牌啦 因為這個是師傅做是真的吧 假的牌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牌 它很普遍了 有很多人要了 所以那些無良的PKHKC PKHKC啊 那個無良的PKHKC 肩前眼開 給牛大便蓋掉良性的人呢 他們就會想辦法做一些 哇,講到KHK了 想辦法去找一些人 然後做一種類似真的東西 就是A4,就是假牌 就是假的東西來賣 為了就是謀取利益 就是為了賺幾個臭錢 賺一個臭錢啊 做買這些假牌 去混擾這個市場 就像說啊 那些中國也有假啦 假奶粉 假雞蛋 假米 他媽的 很熱啊 為什麼做買這個東西 手錶也有假啦 有真Lowlex 也有假Lowlex 對不對 所以佛牌 做假來做什麼呢 不知道啊 這些人啊 贏密啊 有問題啊 所以這個就是假牌 就是假的東西啦 炸彈啊 我們叫bomb 你丟炸彈啊 丟bomb啊 就種假牌 抱歉啊 很 很 講到bick check 風來就是打噁了 第三種呢 就是商業牌 什麼叫商業牌呢 商業牌就是說 比如講 一個和尚 一個師父 他出名了 有一點點出名 或者是有一點出名 然後 就是 有老闆 他們去自己 幫那個 幫那個牌 可能是一個連 或者一個銅牌 銅牌裡面可能是四面佛啊 可能是 造惡啊 可能是空間啊 可能是 就是經文沒有東西的啊 OK 他們就自己去bomb bomb了過後呢 他們就拿這批牌 可能說 他叫師父 師父啊 你幫我念經一下啦 我 我給你 擔棍多少多少啦 OK 然後 有些師父 就是 comity 廟的comity 你可以做 他們就念 然後念了過後 他們就拍照 然後拍照了過就講 哦 是這個是個師父出的 這個就是叫商業牌 這種商業牌呢 就是 其實這個牌不是由這個A的師父出的 是這些商人他們自己印好了過後 然後拿去給這個A的師父念經加持 可能是一下子不了的 可能秒一下子問了 可能他拿過去那個師父 然後站到牌前面去拍照 OK 然後就是說 哦 這個是我們師父出的 幾年幾年出的 然後又講到一大堆理由 講說 哦 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沒有記錄啦 什麼東西啦 然後可能會留一點 放在廟裡面的高德那邊 證明說 你看連高德都有賣啊 這個是師父出的啊 其實這種呢就是叫商業牌 ok so這個different就是 真的牌是師父出的 自己親自出的 第二種就是假牌 就是那些PKHKC製作的 為了賺幾個抽錢啊 一定有報應的 ok 所以做的假牌這個叫假牌 商業牌呢就是說 剛才我講的咯 呃 商人他們自己做 做了過後拿給師父念經的 就叫商業牌咯 明白嗎 so 當然啊我們 呃 帶牌收藏牌最好的還是 師父自己做的咯 對不對 沒有理由你收假牌啊 你收那種商業牌嗎 對不對 so 呃 這個就是他的分別咯 那麼 Mak Lee 不好意思啊 昨天沒有什麼隧道啊 因為今天很早啊 要去帶BB去去打針啊 今天如果沒有早點到的話 等一下人多啊 就很慢了 ok so現在又這個情況了 說BB快點去打了針 就快點載到回來 然後載下來第二輪做我的東西 好 好啦 so Mak Lee Mr.Mark 希望你和你的家庭在空間 呃 要顧好自己啦 好嗎 要聽說那天你說你會 有一點咳嗽什麼 要ok了沒有啊 好 希望你就是 早點康復啦 如果真的有問題就快點去醫院 不要開玩笑啊 因為這個病啊 很給利益的 ok嗎 好 所以我的直播就做這裡 然後 然後 嘻油和我的影片 請按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然後就是 如果 也歡迎說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是加我微信 and yes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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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咯 好 所以疫情期間 boss啦 就是照走 沒有blog 所以今天我也是剛剛去寄一個佛牌 所以如果要有邀請佛牌 也是可以找我啦 可以直接聯絡我啦 或者交我 yes520 yes520 好 Mr.Mark Lee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你解答一下 什麼叫做正牌 什麼叫假牌 什麼叫賞業牌 好嗎 影片就到這裡 拜拜